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看我身后 咱们在华盛顿 当然咱们在华盛顿 要谈的事很多 咱们今天在户外 天气标晚了 咱们简单聊两句 现在拜登是退选了 但是这些选举 出现各种反常 其实也代表着这事很大 咱们看从退选整个过程 这种迹象表明 拜登政府可能是 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强迫的退选 这个到底是谁的压力 包括这种强迫的压力背后 他被迫主动放弃 这个指向 就是白宫内部 会不会有一场宫廷政变 对面 对面有白宫 其实自己放弃 我觉得还是说被别人逼 当然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不管是单纯的还被迫的 他已经是事实了 拜登是退选了 但是这一次的退选 其实咱们说不仅仅是拜登 已经不胜任的问题了 是必须要换人的问题 是要必须换人 他背后含义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像中国这个什么 振欢传一样 非常血腥的 民主党 他背后的 华尔街金融资本 可能决定不惜一战 不惜一切代价 要和川普干到底了 我讲了 华尔街金融资本 一直没表态 现在看拜登下场 拜登退选 实际就代表着不惜一战 代表着未来川普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你看拜登的退选时机 他这个非常 咱们说这个不对 你哪怕三月份退选 在月初的时候 拜登跟川普辩论之后就退选 其实那个正常逻辑 你辩论完退选 正常逻辑 但是就在辩论完之后 还经历了一个月的 董王的这个 华操 这这个文字啊 这一系列的都表明什么呢 表明啊 就是一定有人逼他 发生了血腥的宫廷的斗争 这个川普遇刺改变了整个的选情啊 如果他遇刺钱换人的话 那他也未必是川普的对手啊 但至少还有希望 那遇刺后啊 选情已经非常明朗了 就不管民主党换谁 对吧 难度非常大啊 就是 就是谁上来都是输的情况 那么还要换人 你可以想想啊 这背后的大资本已经决定要拼到底啊 反正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吧 有实力的人啊 这个 他们当然不愿意上了 对吧 什么加州的州长纽森呢 对吧 这摆明了就是要背锅消耗政治资源嘛 对吧 那按照正常逻辑的话 既然拜登自己不愿意退选 而且已经输了 对吧 那你就让他继续选吧 但是呢 就四年以后再搬回来 但是没有 你看正常逻辑是 他应该是让拜登继续选 但是没有啊 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必须赢 就是在华尔街金融资本 看来这必须赢啊 我呢在美国 在美国华尔街也录了啊 但是因为这个人太多啊 我这个一立起机器来 立刻有人就拍我 所以我呢 把他会放到其他频道啊 会 会接拍一些情况 给他放到其他频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华尔街拍了 真的是这个 我觉得啊 就是代表着他必须要赢 四年都等不了 这个民主党没有这么做的 还要换人的 根本原因就是表明 他不能输 我今天在这儿 就告诉大家 他不能输 我面对着白宫 我告诉大家 他不能输 这个座位必须是 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 也就是说呢 背后的犹太金融资本 就是绝不放弃2024 哪怕是明知胜选 这个微乎其微 他也要一举一站 但是如果是就此结束 就仅此而已的话 那你看既然非要争的话 那选一个纽森上来 或者说这个团结一心 把资源全部调动起来 是吧 拼一下 当然这是正常逻辑 但实际上是什么 他内部是 就是没有 没有形成同意 同意见 就是哈利斯支持度 对吧 民主党的接替者是谁 拜登明确说是哈利斯 对吧 但是哈利斯这个人 首先他明显是 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傀儡 花瓶 不靠谱 就是当初副总统上去 强扶上去的 那四年任期也是表现的 没有任何印象 说白了 说白了有点脑子的都知道 这种人对阵特朗普明显议乱及时 但是关键是就是这么个人被拜登钦点的人居然接替成功了 而且居然硬是支持率高了川普两个点 那就是党内现在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那拜登宣布之后呢 那党内的元老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啊 拒绝支持 这表表明就是 就是相信民主党能产生另一个 看到吗 就是党内明确有人认为啊 能产生另一个能够代表这个民主党胜选的人 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能更杰出的人是谁 现在还没人知道啊 但这个份上民主党还剩几个月的时候 突然间民主党还要围绕着接地者搞内讧 那么这个显然是什么 显然是证明已经被逼到绝境了 那既然决定换人 内部又接连找一个 这个找不出来一个靠谱的人 这个让人很多怀疑啊 就是内讧怎么产生 闹来闹去 到底是图个什么 对吧 到底图什么 只能说民主党图的就是坚决不能让特朗普赢 你看这个逻辑没毛病吗 就是他绝不能让特朗普赢 就是说白了 这个子弹可能不止这巴克啊 这个新的接班人 不管是哈里斯还是米歇尔 还是其他人们人 就民主党绝不能让特朗普赢 我觉得这次大选 绝对是有可能美国最后一届 有可能就内战 就某种程度上说 就不是指望新上来的能正常选举中击派特朗普 这个换谁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他想只是要在干掉特朗普后 这位新候选人要收拾残局 就万一有个意外 这人要收拾残局 而且要主持新的利益分配的 为什么拜登能坚持到现在80岁 因为他能在各利益集团当中分配利益 这拜登跟各种人都有关系 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分配利益的人 说白了哈里斯明显是做不到这点 所以奥巴马 我在华盛顿感觉到 各利益集团都是划分好了 这个地方哈里斯看来很显然不符合他们划分利益 最后分配利益的结果 这个背后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民主党内部划分利益 明显是对哈里斯不信任 所以只有找这么一个能够划分利益的人 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还非要换拜登 还非要闹哄工的争 咱们说总统候选人位置 其实还是为利益分配 那就是真正的指望一个接替者 去正常的竞选可能性不大了 他们想的是未来在乱哄哄的特朗普遇刺之后 或者特朗普有个三长两短之后的 这个收拾乱举者能够分配利益给他们利益 那这是注定了什么 注定了这个应该是个烫手山芋了 就是新上来的是个烫手山芋 山头各山头准备这个唯恐避之不及 对吧 但是这一次开始抢 但是反映出民主党决心就是这个总统必须是我 必须是我 绝不能让特朗普上 所以这次大选绝对是关于到整个美国国家命运的 正规手段解不了那就非正常手段吧 对吧 咱们讲过华尔街 华尔街善用的是下毒 下毒 那么特朗普这几年也被整得这么惨 当然肯定要报复 尤其是上来来个刺杀辈子 谁能想象 斯珀脸是一定了 那么连枪击爆头这都安排上 你可以想想后续还有什么缓吗 没有缓了 所以大环境看美国政治走到这种临近要洗牌的地步了 所以毕竟要选出一个能够把未来收拾残局 保住我利益的人给我上台 民主党内部 我觉得将进行全面清洗了 拜登退选之后就一定会全面清洗了 咱们说不排除华尔街金融资本和民主党之间 眼看挽回败局 望前往下 找一个机会把烂摊子甩给川普 然后比如搞个金融风暴 然后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断了美国拜登 美国川普的未来四年任何可能性 就是MEGA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时候民主党在2028年来收拾残局 也不是不可能 咱们想 但如果这种方向发展 他没必要搞枪击 没有必要去搞各种各样的阴谋 证明是这种可能性也没有 这门子 这地方真是东北的大银店 就是正常的秩序 华尔顿委都和黑冰江是一样的 正常的秩序应该是能维持下去的 也就是说 这种可能性 现在是不可能的 好像是搞一个金融危机 为难一下川普 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他们一定要赢的 如果现在美国没有当年的后世家底了 他也比90多年前那个时代 其实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现在不是30年代的美国 那时候他工业第一 如果他不能搞这种 咱们说利益分配 一旦体制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承受不了金融危机 那可能就会爆发巨大的冲击 那不排除直接崩盘 崩盘咱们讲 接下来就是 川普可能开始效仿谢德勒 当年的德国就开始接整个的民主的 拜登一直讲 民主一定要坚持民主 就是搞体制的洗牌重组 丹西特希特也是民主选举上去 然后最后是洗牌 就在民意支持之下 他搞洗牌 那就是整个体制重组 所以民主党现在非常谨慎 尤其是华尔街犹太资本 就可能就是当年魏马 共和国把犹太当做剃子羊 直接清除掉 所以不排除特朗普上台之后 犹太金融资本已经意识到 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的危险已经来临 那一旦特朗普掌权 那这种调动资源以后 可能对于整个的 尤其特朗普用民粹 整个经济危机一旦发生 那么犹太金融资本就成了剃子羊了 就当年德国人对待犹太人资本的 整个过程会再次发生 那这个一梳理的话 民主党是不是绝不允许特朗普上台呢 所以接下来乱的 可能是整个他的体制承受不了的 他体制可是真的不能 就是说美国整个体制是没有 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清理的 那如果真的金融危机崩溃的话 他的力度可能要颠覆整个体制 这是犹太金融资本 包括民主党绝不允许的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一定不能让川普上台 总而言之就是 内部环境变化 政治制度走向一种崩盘的历史关键节点 就在现在 美国 犹太金融资本民主党背后的大佬 包括丧音病狂的歇斯底里的 允许枪击 允许子弹 这个背后就解释通了 咱们说 真正崩盘正式降临前 如果谁破坏规矩 谁肯定是 肯定是不能有任何存活概率 给自己崩盘之后的混乱秩序 寻找一个战先机的机会 可能就是这帮人在想 那么这种规矩破坏之后 在原来的秩序解体之后 那么整个崩盘 我觉得 有人开始抢跑了 整个崩盘之前有人开始抢跑了 这个聪明人 那当然是犹太 去华尔街金融资本 他们已经开始抢跑了 过去我觉得 这种聪明的民族 都会有自己的提前量 当然犹太金融资本 会不会和川普 接下来的是矛盾 加深 还要看政治层面 怎么应对民主党和犹太金融资本 川普的怎么应对 他们会不会反杀呢 咱们要注意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在火山口了 川普有本傻子 他不可能做一大逼 而且人家说了 会发生内战 这个红膜的准备血洗 所以这个地本 我觉得现在的和平 可能是暂时的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